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号,也是中秋节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俄勒冈这个Happy Valley 欢乐谷这边是有雾崴天气 加州那帕烧了一万一千亩 然后加州有一百多处大火吧 然后俄勒冈也有,华盛顿州也有 直接影响到了加拿大、温哥华 最适宜居住的城市,现在是变得烟雾迷霾 你看,今天的霾的天气 地震未来两日是否群震很关键 待销售的房屋销量创历史新高 洛杉矶房价破表 你交的税都被加州政府拿来做这个了 加州是准备给黑人奴隶后代赔钱了 国会违救纾困方案达成一致 两个满月 今天晚上和万圣节之夜 所以今年是比较特殊啊 迪士尼大副裁员因不满被裁员工透露 正商联对策 美国裁员也不是很容易啊 美国议员指有人违法泄露特朗普的纳税文件 就是他201617年纳了750美元 然后外卖餐厅绝助风生 公司订单拯救了部分小业主 牛森签了 加州货赔偿每名非议35万美元 这个很可怕啊 洛杉矶 RALPHS等超市违规面临监管部门拘额罚罚款 参议院周三通过政府自助计划 防止其在12月关门 波班克扩大圣菲尔南多大道封闭范围 用于户外用餐 注意 特斯拉盗窃案大幅上升 零部件成为黑色的热销品 呈现出现狂犬病蝙蝠 加州立法给枪支子弹夹子文 执法者更易追踪 第一场总统辩论 关于医疗与新冠的事实与谎言 塞琳娜格麦斯 以237万美元亏本出售洛杉矶的房产 第一场总统辩论 谁是赢家 10月13号14号 亚马逊确定年度最大促销折口日 所以现在是影响非常大 就是现在的加州 加州现在是把 据KTLA5报道 加州州长加文牛森 周三今天签署新的法律 正斥实施 对所有美国非议的赔偿法案 A Franco-American Repairation Bill 这个在8月底在加州参议院 以33比3高票通过的法案规定 将成立一个9人的特别工作组 负责就州政府如何向美国非议提供赔偿 赔偿的行使以及谁有资格获得赔偿等问题提出建议 赔偿的对象不仅局限于历史上当过奴隶的本人 作为奴隶后裔的非议也会被特殊的照顾 给非议群体发钱的行使可能包裹不限于直接发现金 发住房补贴 发学费补助 免除贷款 免费工作培训和社区投资 工作组必须在第一次会议一年后 向州立法机关提交一份报告 以公布他们的研究结果 也就是决定给谁发钱以及发多少钱 这个法案签署前 世界上首位非议医院服务 Robert J.H. 曾经就表态应该赔偿14万亿美元 根据这个预算 按人头来说 现在美国的每个非议都可以分到35万美元 其实在历史上 加州政府从来没有批准过的奴隶制度 他于1850年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 不过加州确实允许拥有奴隶的白人 将他们的奴隶带到加州 立法机关甚至通过了一套法律 将逮捕逃跑的奴隶 并将他归还给奴隶主成为合法 在美国 关于奴隶制赔偿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1989年 郭慧手自提出了一项类似的研究 美国非议赔偿法案的提案 该提案从未通过 直到国会去年就该提案举行了听证会 事实上 赔款在美国并非实无前例 二战后 美国政府部分资助了 德国对大屠杀受害者的赔款 1988年 联邦政府为二战期间被关押在 集中营的日益美国人设立了一项赔偿计划 加州本年度已经有543亿美元的财政赤子 这项赔偿案虽然通过 其资金来源仍然是个谜 赔偿的最终数额尚未确定 但最终为此买单的也只能是加州的各位纳税人了 抗议升级 为什么非议的抗议活动 愈演愈略 三个美景设误撒非洲非议女案 仅一人被控 多地示威 重磅12周休假资格放宽 薪资最高能拿70% 牛森签署补偿法 通知法 工作保护法 保护工人 佩罗西说 直到达成新一轮纾困协议 众议院不会休会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为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